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此再介绍一次鹿 它是日本知名的YouTube网红 它的频道强运少女鹿的订阅人数超过20万人 是极具影响力的网红 把日本的美好介绍给台湾以及香港 而今天鹿来到的地方是日本的长野线 这个长野线位于日本的中央部位 往来东京及大阪等主要都市 都是非常方便的地区 此处被美丽的群山围绕 海拔位置较高 夏天气温凉爽 冬天则非常盛行冬季运动 1998年时曾经举办过 长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此外长野线的男性 平均寿命是全国第二 女性的平均寿命 永夺全国第一 所以健康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鹿要利用两集的时间 把长野线的魅力介绍给大家 今天将从安潭野地区开始 那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带刀农园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长野线的苹果 非常有名 那苹果也被称为是长野线 最具代表性的水果 那这个带刀农园呢 听说可以采苹果体验 因为我超喜欢苹果 所以超期待的 这个带刀农园 是占地4.5公顷的广大果林 总生产量达到12顿的苹果果园 今日はですね この群馬名月というリンゴが ちょうど収穫時期になります そこで収穫体験していただければ ということで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是非やりたいです このリンゴはですね しっかりついていて すごく取りにくいんですね なので枝のところをちょっと持っていただいて 上に持ち上げるようにしますと ポロッと取りますので やってみてください こう取りやすいところを ちょっと練習してみて こういうのですかね こういうのいいですね 上手取れました 好可愛よ これは真赤じゃなくて ちょっと青い感じ そうですね お月様のような感じの この赤みが刺しているところから 名月という名前がつ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な 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けれども 大変甘くてですね 美味しいリンゴです 常野餡的代表性水果 苹果 还有食物纤维 和甲炎等 豐富的營養成分 号称对于 预防高血压生类的生活习惯病 有极高的效果 接着是試吃 比较采收厚的苹果 与其他種類的苹果 はい今先ほどですね 群馬名月というリンゴを取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この他に長野県生まれのリンゴがですね ございます このシナノスイート からシナノゴールド からアキバエ これはですね 長野県でリンゴ三兄弟ということで売ってます ちょっと食べていただくとですね いいかと思います まずあの先ほど取ったですね 豬馬名月から 食べていただければ と言ってもらえます これは これが私たちの苹果 好脆喔 然後 どうosmutな つまりに甘い それをスピーエ 日文を読みたら 食べることが とても 口感は的 脆 次は 大型の櫻桃のようになる いただきます 味方が とても 因為有一點不一樣 比較有一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來吃吃看這個 シナノゴルド 三兄弟的第二個 它這個皮好可愛喔 就是上面都有一點一點一點的 這個的話它的酸味又比前面兩個 還要再高一點點 最後我來吃吃看這個 シナノシト 三兄弟的最後一個 好甜 它的甜味我覺得應該是這裡面最高的 很好吃耶 每個蘋果種類都有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可以這樣子每個品種都吃吃看 還蠻特別的體驗 全部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ね そんな美味的品質 會有什麼東西嗎 對 這個長野県 特にこの辺の山地は標高が700m 全國でも標高の高山地 標高が高い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 昼間と夜の温度差がある 大変夜が涼しくて 昼間が温度が高いということで 美味しいリンゴ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我家ではですね 孫子もリンゴが大好きでですね 毎日食べたりジュースも飲んだりしています 今回は戴刀先生 孫子 一直在吃蘋果 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每天都可以吃到 這麼好吃的蘋果 所以他們才會這麼健康吧 好 那我們現在要騎腳踏車去看 アズミノ漂亮的大自然 在安潭野市觀光協會這裡 可以自由租借到腳踏車 因為安潭野上下坡不多 地面屬於較為平坦的 所以可以輕鬆的騎腳踏車 來觀賞日本的風景 當然這裡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真的不會騎腳踏車 所以今天就找另外一個人來幫我騎 就是他 麻煩女兒 不好意思 拜託 拜託 他幫我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會在後面把アズミノ的大自然景色 全部都照給大家看 拜拜 出發囉 玩得開心 拜拜 拜拜 騎腳踏車的話 可以沿路慢慢欣賞 安潭野有名的神社與寺廟 據說在這寺廟 行完禮後 心裡想著願望 穿上這巨大的木漆 你的願望就會實現 起床 我們來了 來 來 你看這個東光寺 好 那我們站在這上面 好 一人一隻鞋子 好 你的願望是什麼 世界和平 很現代的願望 對 你咧 我的願望是 我很現實 我就想要在 我的願望就是 我想要沾好吃的芥末 吃好吃的壽司 耶 我的願望快有點實現了 好 好 做我們的願望實現 在騎腳踏車運動的同時 親近豐富的大自然 可以消除平常 所累積下來的壓力 歡迎回來 我來了 等一下 我先停個 停一下 那你騎這輛腳踏車 你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可以邊運動 邊欣賞風景 呼吸新鮮的空氣 還有看到乾淨的水 我覺得整個都很舒服 這樣子我也想要學騎腳踏車了 然後我剛才也一直在看 就這裡的大自然風景 真的超漂亮的 那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長野線的人 他們才這麼健康又長壽吧 那騎完腳踏車之後 大家腳應該都很痠很累了吧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就是八面大王竹湯 我們在這裡泡竹湯 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放輕鬆 那我們走吧 那是什麼東西 那個石像 好酷喔 一大堆臉這樣子 你看那樣那是什麼 近看發現那個臉超大的 這個八面大王的由來 是很久以前 以統一日本為目標的大和朝廷 強行向安潭野的居民 徵收糧食等供品 造成百姓非常痛苦 後來看不下去的八面大王 站出來英勇對抗大和朝廷 是傳說中的英雄 好舒服喔 我本來以為這個煮湯的水 會是溫溫的溫度沒有高 可是實際上進來之後發現 就是它的溫度 就跟一般溫泉那種水一樣 很舒服然後很熱 而且真的是只要一泡腳 就全身都會暖起來 就感覺對血液循環超好的 大家如果來日本的話 都可以來泡足湯 尤其是這裡 還有這個八面大王 一定要來 好玩 在足湯溫泉這裡 可以感受到八面大王的表情 以及安潭野的大自然 能夠讓人慢慢放鬆 療癒身體上的疲勞 可以來這裡泡足湯 然後邊欣賞長野線的風景 真的非常的舒服 不只是身體覺得被療癒 就整個心也都被療癒了 很放鬆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 在安潭野地區也非常有名的人氣觀光地 就是大王芭芭農場 就是這裡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 哇芭芭是怎麼被栽肥 還有什麼哇芭芭料理可以吃 很期待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大王山葵農場 是從1917年時 開始開墾這片土地 到了現在 這座山葵農場的山葵田的面積 已成為全日本第一 利用來自北阿爾佩斯山融雪的地下水 所培育的山葵田景色 在日本國內外都相當受歡迎 在這裡 所有的大王 曵農場 這裡 是 популяр一帝 是 這裡 有 育體 大 有 一年半で収穫になります 水の養分を吸って大きくなります 収穫時期というのがないので 一年間を通して収穫ができます ですので農場ではほぼ毎日ワサビを収穫しています ではワサビを育つのはやっぱり水って 清いな水じゃないとダメ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 ここに流れている水は 北アルプスの雪どけ水がここから湧いています 全て湧き水です ですので温度が一年間を通して一定なんですね その温度が一定ということも ワサビにとっては非常に大事なことです ではやっぱりワサビって健康の効果ありますか はい 老化防止それから血液サラサラ がん予防に効果があ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じゃあ美肌の効果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ビタミンCが豊富なんで 美肌の効果もあると思います なるほど この餐廳に 這是淋上一層用山葵醃製的 胡蘿果醃菜和鮪魚 淋上醬油攪拌後使用 然後將生山葵磨成泥 再把適當的量放在凍飯裡就完成了 那我要吃囉 好吃 好吃 好好吃喔 味道還滿濃的耶 鰻魚的味道會很淡 這個柴魚片很香就搭配白飯 再加上鮪魚 我覺得鮪魚是可以拿多一點 就是那個很嗆的感覺 吃起來才有在吃紅鮪魚的感覺 很酷耶 就是我沒有吃過的味道 大家來的話很推薦你們可以點這個 很特別 就是真的很像壽司 可是又跟一般的那種壽司的丼飯不太一樣 我覺得很好吃 它這個哇薩比也跟一般在外面吃的那種海鮮丼的哇薩比不太一樣 果然是因為是這樣子直接現磨的 所以就是我覺得又比一般的感覺還要再嗆一點 可是那個嗆就是很新鮮自然的嗆 不是那種化學嗆 就是大家來吃看看知道有什麼味道了 除了山葵凍飯之外 在美食廣場這裡還可以吃到用山葵做的雙麒麟 好 那大家覺得大王哇薩比農場怎麼樣呢 我自己覺得這裡非常的好玩 除了可以實際上看到在栽培的哇薩比之外呢 還有很多設施 就包含我們帶大家去看的神社也好啊 就是吃飯的地方也好 然後還有很有趣的哇薩比的雙麒麟可以吃 然後剛才川上先生也很熱心的跟我們解釋 哇薩比的健康效果 長野餡的人就是常這樣接觸這些大自然 然後吃哇薩比才會這麼健康吧 如果大家來長野餡的話呢也可以來這裡玩喔 很推薦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安潭野松川 這裡有很多當地的野菜做成的食物 還有很多當地的特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道之役安潭野松川是一個觀光據點 也是可以讓駕駛暫時休息的地方 在設施內的產地直銷店 可以買到當地生產的新鮮蔬菜 此外長野餡的每日蔬菜攝取量也是全日本第一 在日常生活中蔬菜是不可或缺的 還有 位於安潭野松川的松川村 是長野餡內少數的酒米產地 在特產區這裡排放了許多日本酒 然後除了剛才這些種類很多的酒之外呢 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你們看這個 它這個寫說是用松川村的米 然後做成的日本酒 用同一種米 然後可以做成五種不同的日本酒 看 哇 超級偶像耶 這裡就有五種不同的酒 可是他們都是用同一種米做成的喔 而且這個價錢很便宜 才三千五百日元可以買回去 然後大家喝喝看有什麼不同的味道 此外 還有一樣這裡才能吃到的東西 用松川村產的黑豆 玉大黑做的黑豆可樂餅 這個不用馬鈴薯 內餡改成黑豆 碾碎程度只有七成的可樂餅 更能感受到黑豆的味道與口感 裡面好綿密喔 而且吃起來完全不油膩耶 然後剛才他們有說啊 因為這個可樂餅裡面是沒有任何馬鈴薯的 我本來以為那個豆味吃起來會有一點違和感 結果完全沒有耶 就吃起來很順口 而且它裡面這個黑豆還算滿大顆的 就是有留下它的那個形狀這樣子 這個吃起來感覺好健康喔 長野餡的人可能就是每天都吃這些蔬菜 就吃得非常的健康 所以他們可能才會這麼長壽吧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大雪溪酒造 大家記得剛才在Azumi no Mazukawa 我們有看到一個禮盒 它裡面有五瓶酒是不同的味道 那裡面有其中一瓶 就是在這個大雪溪酒造製造的喔 那我們來看看吧 大雪溪酒造 創立於1898年 以前曾在日本全國新酒評鑑會中獲得過優秀獎 是廣受日本全國歡迎您的酒廠 今天將由首席釀酒師常賴先生帶我們參觀酒廠 在酒廠裡我們參觀了讓米的澱粉糖化的過程 好溫暖喔這個 它這個米啊 比一般的米還要再軟一點點的感覺 很酷喔 它可以這樣摸把它放回去 發酵成酒精石 不可或缺的酵母大量培養過程 喔喔 すごい 酷酷酷的感覺 對 對 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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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柱 農村 對 甚麼 這個黏黏的狀態是二酸化炭素出現的狀態 然後現在增加工房的狀態 有蘋果的香氣嗎 是蘋果的香氣嗎 這是蘋果的味道嗎 有水果的香味耶 而且它那個泡泡就這樣一直浮上來 超可愛的 以及製造酒精等幾個重要的過程 哇 すごい滑滑してますね はい 先ほど工房一杯增やした酒房をここに移して さらにその栄養分となる水と麹と 付加したお米を積み足して この量にしたものがもろみっていうものになります ここではどんどんアルコールを作ってもらうことをしていきます いっぱいタンクがありますけども ここができたお酒を貯蔵しておく貯蔵室になります 日本酒は健康の効果とかもありますか お肌がツルツルになる 何でも飲み過ぎは良くないんですけど 毎晩少しずつ飲まれると健康にもすごくいいと思います 日本酒を作る時に大切してい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 衛生管理とできたお酒の評価は あくまでお客様がするものであって 僕らが自己満足でしては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のを 社長からは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すごい では日本酒の魅力とかあり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日本酒の魅力は実は 料理と一緒に飲むのがすごく相性がい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 例えばどういうものですか これがですね日本酒のすごいところは 料理を選ばないどんな料理にも合う なのでワインとかはソムリエさんとかがいて この料理にはこのワインですよ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実は日本酒はですねどんな料理にも合うんです へーなんかパスタとかも全部大丈夫ですか すごく合うんですよ ぜひ試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店舗の方で試飲の方もできるので ぜひできたお酒の味を見てみてください こちらは何というお酒ですか こちらが二十年古市になります 黄金というお酒になります こちらは? こちらが大石家の純米大銀場になります じゃあ先にこちらいただきますね はい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日本酒を飲めてみてください でもこの酒を飲んでみてくると こういうお酒を飲んでみてください 日本酒を飲んでみてください 初めの酒を飲んでみてください これは飲んでみてください とても甘いの水果味がするので 全体温かびります すごい華やかな香りと まろやかな甘みが特徴になるお酒になりますね じゃあこれを飲んでみてください 它喝起來味道比較苦一點點 然後這個熱起來的感覺又更快 可是它們兩個的特徵都是喝起來其實都蠻順口的 只是說這個味道比較苦一點 比較成熟一點的味道 20年寝かせてあるので 独特のこの黄金色の色と それと昇降酒のような味わいがありますね 20年もかかりました そうなんです さすが 好 那我們今天建學了大雪溪酒葬 然後又試飲了酒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剛才店家有跟我說在睡前的話 只要喝一小杯日本酒 就可以維持健康 然後又可以有美濟效果 所以大家睡前也可以試試看喝酒 但是絕對不要喝太多 也歡迎大家來體驗看看 如果大家來長野玩的話 也歡迎大家來喝喝看 這個長野縣的特產的酒大雪溪 好 那今天的節目呢 我們帶大家去了日本最長壽縣 長野縣的安潭野地區 那我們今天去了很多地方 我們去了戴刀農園 採蘋果 然後又去了大王哇薩比那邊 吃了很多很好吃的哇薩比料理 然後呢 還有去竹湯 然後還有去大雪溪酒葬那邊 喝很好喝日本酒 那在每個地方呢 長野縣的人都跟我們說明了很多 關於健康跟長壽的秘訣 還有知識 那下一期的節目呢 要帶大家去其他阿土豆沙利亞 下期節目大家也要看喔 掰掰